台湾国展油画比赛历年来的画剑都以国外 以及中北部都会区居多 而花东地区参赛剑术往往屈指可数 透过了解才会发现 原因是画作运送相当不便利 也造成了参赛意愿敌落 台东县长黄建廷先生 他非常重视艺术文化在台东的生根 我们台湾国展举办油画比赛 已经有八年之久 那么可是我们常会有台东的评审老师 去做评审 可是台东的子弟很少矫健 后来我们发觉到 原来是这些艺术家要把他的画作 矫到西部去参加比赛 好像要送件的过程非常的困难 甚至于货运公司根本就不说 甚至没有货运公司愿意运送 为此台湾国展油画比赛也特别在台东开先例 只要是台东的参赛者绞建赴审 也将由委员会特派专车到台东美术馆运载参赛作品 这次台湾国展的主办单位 我特别邀请他做几个 对台东这个地区做几个特别的服务 第一个就是他来免费的来收我们的件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鼓励更多我们台东的创作者 也能够去走出台东 去参加外线市参加全国性的这种比赛 创作介绍给国内外的人士知道 东台新闻杨国柱在台东美术馆的报导